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一样来到子评收看了吗 同时按赞了吗都检查一下 还有呢把连结分享推播出去 好在这边呢 节目一开始我先公布 来自这个林传媒的最新的 台北市长选战的网络民调 好那看起来 大家距离越拉越近 蒋万安国民党的蒋万安 拿下了36.48%的支持度 领先民进党陈时中的33.47% 所以两个人只差了 大概3%左右 好那第三名呢 是黄珊珊27.97% 好那跟上一次对比 蒋万安陈时中支持度呢 几乎是差不多的 黄珊珊呢在辩论混之后 反而上升了3% 好这个部分呢 我们稍后来讨论 不过关于贤租手事件 感觉好像未完待续 那陈时中呢 他在今天谈到了被 他所谓的被抹黑 那明明被抹你觉得被抹黑 你也不提告啊很怪 好那他说他一度哽咽 好有支持者呢看到他被攻击 觉得想哭 所以阿忠说 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 好除了这个部分呢 国内的选举打得如火如荼 那么在今天也是拜登总统的期中考 美国期中选举登场 那目前我们同时进行这个 即时开票的同时呢 也要在第二个小时 跟你深度剖析点评 这一次的美国期中选举结果 会对尤其跟台湾息息相关的未来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很冲击 我们稍后来讨论 不过先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亮哥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 大家平安 前高昊新闻寻找王显秋 前回好 高显平午安 还有台湾市议员黄敬平 前回大家平安 一开始我就说 这个咸猪手事件 真的好像没完没了 我一直觉得差不多了 结果不是 就在这个陈时中 搂人妻事件曝光之后 其实昨天徐晓星 在大新闻大曝挂的节目上爆料 他说这几天 他其实也收到了疑似 其他受害者传给他的讯息 当时我还没有办法理解 我说对啊 很多的这个女性 都会受到这样的骚扰 他说不是 是关于陈时中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在昨天下午 因为有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的候选人 直接告发徐晓星 涉嫌违反选霸法 意图使人不当选之后 那徐晓星呢 就说告得好 告得刚刚好 因为他正在苦恼呢 怎么办 这些他收到的相关的受害 有人传给他的讯息 他要怎么查证呢 所以呢 他说刚好 他可以顺便查案 感谢丞相事件 好 那我先请教亮哥 这事情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第三天了 感觉起来 我一直觉得也差不多要收尾了 那还会急需闹大吗 如果正像巧欣讲的 还有其他贤猪手 还有其他的贤猪手 那么会掀起MeToo运动像这样子的吗 不 巧欣他接到了一些市政 他也在查证中 他在查证 对 那他本来也不一定要爆料那些事 对 因为我看蒋湾阵营也不太愿意打这个议题 基本上蒋湾阵营只有回答说指呼理 对不对 那就是说反正我们这个在外的那个举止要指呼理 那这个是很抽象的一个说明 那所以我认为本来许晓星也没有要追答 对 那结果没办法 你有这种猪队友有什么办法 你要提告 那提告 我认为法院不会开庭 为什么 这种议题不会在选前开庭 我甚至认为 如果蒋湾当选的那选后也撤告了 就算了 就是那这个就是选举动作 那可能是这个 这个市议员候选人他在为自己造势 可是没有想过这件事对陈时中是不是一个困扰 你这个等于是去激发了 许晓星进一步做动作的一个动机 我觉得刚好 不过这个就一样 比如说林根人 林根人已经说到此为止了 那你柯B说去告 又在点火 对啊那你柯B你是干什么 何必呢 这个就是对高宏盘来讲就觉得你这干嘛 人家几个人都要放下来了 你还去激他 对不对 就有点这个味道 那这个事情我坦白说 就说这个你到第三天才出来哭 这实在是太怪了 太晚哭了是不是 这种事情是攸关你个人的名誉 知道没有人在攻击李女士 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甚至怀疑你一生可能是受害者 对 对 所以没有人在讲那对夫妻 是在讲陈时中 你这个行为 你这个行为本身 因为我在学校教危机管理 我们看到个人需要澄清的危机管理 攸关你个人名誉 那通常就是 你要在24小时之内 黄金24小时 对 要同时做三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对核心事实的澄清 那请问这件事 有人解释那个动作是什么吗 到目前为止绿营的都没有 都没有嘛 对嘛 就是你的手明明就是 怎么样 亮哥要伸过去 有隔板 不好意思 我坦白讲那个不叫 那个已经不是搭尖了啦 那个叫懒 懒 把他懒过来嘛 你去看照片 大家就看得清楚嘛 那这个事实上不难解释 你看你只要说 我那天可能喝多了 那我只是搭尖 要走路不要跌倒 可是有引起大家的误会 我道歉就结束了 他不愿意嘛 他没有对核心事实做描述或解释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你若有为社会主流观点 那你就致歉 要认错嘛 就是说我下次我一定会注意 那第三个就是善后 善后就是说 结果第二天传出来的消息是 那个女医师打电话给你说 我感到很愧疚 女医师抱歉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 这个新闻为什么会出来 他自己讲的啊 对嘛 他说大可不必 对啊 愧疚大可不必 那我本来以为是 陈时中不必愧疚 原来是女医师愧疚 我说你是在说什么 陈时中的贴图还要多这一句 我这是吓一跳 我说奇怪了 发生了这个事情怎么轮到是 那个女方来跟你说 他感到愧疚了 然后他还自己引述出来 对嘛 要命的在这 所以你这个又衍生出 另外一个层面嘛 就是你是不是官威好大 人家好怕你哦 比如说我如果 我如果达到黄浅秋 我就要赶快跟黄浅秋道歉 别说啦 不要不要 我没有 对对对 就这个这个 这个新的层次 又被人家衍生出来了 就是你 你不但没有做个人的认错道歉 那还衍生出说 别人跟你道歉说 我不以为意 哇哩哩哩 而且亮哥你说的 只写三部曲的 其中认错的部分 他没有认错 他前面都是在怪别人 都是别人的错 那你说核心事实 他的澄清也没有 没有啊 他都说是国民党抹黑的奥部 是啊 然后他的阵营呢 他的阵营直接讲说 讲完派人偷拍啊 对 不是吗 苏贞昌也这样说 那更离奇了嘛 不是吗 这个就在讲别人的错嘛 那不然就是 本来要去引述嘛 说这个大概是用 Photoshop拼贴的 那后来人家说 有47秒的影片哦 那种定期嘛 对不对 那最后就是上后嘛 这三个动作是要联动的啦 那今天他这个动作算上后啦 就是他用哭的啦 就是他说这个我很 你看你这个上后 人家能不能接受啦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危机处理有关 个人名誉 公司名誉都一样的 这个你去看任何危机处理的教科书 一定有这三个步骤 然后要同时做完 就是我再附送一次 澄清核心事实 然后对自己不符合主流观点的 表示认错道歉 那第三做上后 你都没有做啊 好 亮哥我继续问哦 那因为陈忠一直在批评 其实都是抹黑 都是对手在抹黑 但是呢 他说因为他不会提告许巧新 不要让许巧新逞声量 那巧新就说 既然你一直觉得 口口声声说是抹黑的话 那这么佛心不告 为什么 是怕法院认证 到时候呢 许巧新被列为证据的内容 会被检掉启动调查吗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陈忠呢 也在深夜po出了这篇感性文 他说选举要有人性 他一再强调说 是对手阵营的用偷拍 这种不正大光明的方式 进行选战令人厌恶 同时他说这件事情 不要继续伤害无辜的第三者 那他也呢 对这个任期 也就是理副院长呢 道歉 感觉出来他是要求止血 感觉这件事情都到此为止 包括他不提告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但是我记得在礼拜一的时候 亮哥你说 陈忠现在感觉起来 他完全在做自己了 针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一开始 你说要针对核心事实 陈述 澄清 他并没有 他连解释都没有 因为呢 当时反正他就皮皮的嘛 你觉得他再要增加新的票不可能了 那旧的票 这些民进党的始终支持者也不会跑票 那既然是这样 他为什么现在又低调 又不提告又盗窃 那为什么 他感觉上他还是有一些修正啦 因为抬轿的两边都烧得很热啊 这个新闻是很大的新闻 我们本来以为是个个人小新闻 对啊 那因为你第一时间 24小时没有处理 结果 而且你放你的阵营去咬对方嘛 所以对方阵营当然就不甘示弱嘛 所以坦白说就在政论节目 也讨论了两三天嘛 所以他当然要处理了 他现在处理的不是当天的事啊 是处理衍生的这两天的这个 而且你的阵营还有人去提告 所以你等于是要处理 所衍生的这些乱象乱局嘛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复杂化了 为什么危机处理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在24小时 因为那个时候最单纯嘛 你就是论事 而且是你一定要本人处理啊 你没有耶 你都是叫别人帮你讲 比如一开始都是女生嘛 包括林楚音啊 包括管碧琳啊 然后包括范云啊 为什么你不能自己讲啊 这是你自己 人家是在指你耶 就是你做出那个动作 是不是怪怪的 人家是在指这件事嘛 结果是你的阵营还有其他人都在帮你讲 反攻对方 所以对方当然不示弱就又反攻回来 所以他这个动作事实上是在叫大家不要再吵了啦 是这个意思 亮哥你说他没有针对这件事情自己说些什么 有啊 他第一时间的回应也说牵手这件事情很多啊 西中平常啊 你是十指紧扣吧 十指紧扣等于牵手啊 那你说我是搭尖 你不是搭尖吧 你是揽尖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叫做 轻描淡写的名词嘛 可是不符合事实 我一开始就跟你讲核心事实啊 核心事实 我如果搭着尖 人家会看出那个你有没有死力嘛 所以我第一次在你这个节目 我上礼拜就讲了说主动跟被动 你如果是搭着尖 人家就觉得可能只是礼貌性的 你不是搭着尖嘛 你是懒着你有出力 感觉把人家搂过了 对嘛 对嘛 感觉是这个动作嘛 那你并不是牵手嘛 你是紧扣嘛 所以我就是说你 人家会觉得说这个行为怪怪的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当你在描述说欧枝牵手啊搭尖啊 这大家都会做的动作 那你已经不是在讲事实了嘛 那当我跟你讲啊 危机助理是这样啊 比如说你就一天就消失了 或者你不回应正题 或者说关机关一天 你就是有嫌疑啦 因为24小时你消失嘛 这个时候是不能冷处理的 不可以啦 不可以冷处理啦 所以 所以因为你不讲话 你自己放弃你说话的权利 那别人在讲话啊 那别人就让这个事件变直了嘛 你懂我的意思 就比如说你可能也没有那个意思说 要去攻对方啊 说是讲话人偷拍 这个实在太离谱了 我不相信陈时中会讲这个话 陈时中你看他用语就比较精准 他说对手利用偷拍 那就是别人偷拍嘛 你去利用 林楚音不是这样讲 他是直接说讲这已经偷拍 对不对 那我相信他如果是他自己讲 他不会讲成这样 那可是你放弃处理 我很不信啊 危机这种事情就是这样 你不处理就是别人帮你处理 不然别人就继续渲染 就是这样啊 所以为什么要亲自 24小时内来止血 做澄清 做道歉 做善后 就这个道理啊 因为你脱了嘛 你第一天没有动嘛 第二天说一下五四三的嘛 所以女方打电话来跟我保持愧疚 我说你是在说三个 结果这个事情更恶化 人家就去扯了嘛 说你就是全世大 你好大的光威啊 就来了嘛 就这种东西就来了嘛 所以他现在就知道 这个事情我看我要讲一下 就是这样啊 好那所以陈时中呢 他的危机处理是拖到了72小时 而且他是用哭的 哭了 有用吗 刚亮哥直接很无情的说 现在才哭 太晚哭了 陈秋 其实这是我们看到的角度 如果你是网友 用谷歌的话 你会发现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 全部都是许晓星翻车的新闻 然后都是一个被许晓星被围殴的状态 被告 要么被告 要么就是翻车 要么就是连蒋万安都切割他 因为这人非常好笑 早上他在我广播节目里面 刚下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各 绿媒的几个跑马 还有新闻都还在标题是说 许晓星神隐 蒋万安切割 神隐神隐 神隐什么了 他昨天前天都在我节目 都在节目上 他什么时候神隐了 然后角度 这个是神隐民事的标题 对 所以就是说 还有推播新闻 网路新闻也是这个角度 所以在告诉大家说 蒋万安已经把它切割了 然后接下来 徐晓星也不敢讲话了 然后也有人去提告了 是这种氛围 可是事实上 这种围殴式的做法 对高衡安有用 高衡安可能就压力太大 住院去了 这个就是抗压型 那你打徐晓星 那就搞错人了 我看徐晓星是越战越勇 还说来告啊 他求之不得 因为呢 他说这个参选人 是自己去告 其实也不是陈时中授权 对 这个重点就在于 如果他告的内容不符 他还担心了 因为他需要把这些证据 提到法庭上 因为牵涉到一些 当事人的遗失啊 给他的这些资料的人 也许现在不方便 被曝光的资料 对 如果在法庭上被保护 那可以提出来 变成证据的时候 反而是可以对陈时中 造成很致命的攻击 那最厉害是 这一波还调出一个人 叫段怡康 就是 他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 他什么时候吞 而且他沉寂了很久吧 我们的林秉书啊 都出狱了呢 那他的老大呢 到底在哪里 他在呼叫 呼叫段怡康 我那天呼叫 范云范云出来了 然后段怡康 那时候我们在 林秉书事件事 呼叫多久 一直都没有再出闲了 就这一次掉出来了 所以今天早上 曲老师 还在节目上 跟段怡康喊话 有种你就继续 在咬我 我告诉你 我要爆料 她说她说 爆料你的小老妹 在台北市议员 某个小老妹 民进党的市议员 在公开的 民进党造势场合里头 公开喊话说 你们要投市长 投给谁 都可以啦 我们这早上就在猜 那个小老妹是谁 其实他有告诉我 但我没有受到授权 我不好意思 帮他讲 除非他自己愿意公布 也就是说他认为 民进党的议员 都已经抛弃陈时中了 那他还录下了那段影片 你就说不要逼他 逼他到时候 就连这个都公布出来 所以薛晓晓看起来是没在怕 最好是你再继续告他打他 因为刚刚那个亮哥 讲到新闻处理 其实我第一天也有这种疑惑 薛晓晓晓是当天晚上10点钟 她说接到电话被吵醒 然后就上网去po 然后就把所有 应该说把侧意都吵醒 因为10点钟po了那个文 侧意都在加班 当天晚上 全部都被叫起来 半夜通通都在运作 然后回应啊 什么教堂哥啊 什么这些人 然后结果一早起来 我早上节目的时候 我往外看的时候 这怎么回事 从很少 早上的各电台里面 就开框 揉带然后再跑 变成当天最重要的新闻是什么 陈时中去揉门 拦掉拦失之警告 虽然他是回级的那个角度 可是呢我就觉得 第一天我就在这里 我就说我真的有必要 把新闻搞这么大吗 而且这个搞这么大的做法 是彻翼的角度 在攻击 那么攻击完之后 只是让全部人都看到 那个照片 你要再去收拾 就要花更多的钱 去网络下预算 把Google前几页拿掉 然后再换角度 那换角度大家在做的 其实刚刚亮哥说 民党中没有 党兴权总部 都没有在说明这个行为 没有耶 我觉得他们在挑战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人类的三观 我们现在台湾人民 对于什么叫做 会不舒服 这个最严重 而且最可恶 的定义 因为管碧玲怎么说 管碧玲说 他第一时间先说这个 徐晓星的画面是批图造假 后来赶快删掉 因为有影片 然后现在他又说 他昨天说的说法是说 把一个互相扶持 温暖的镜头 像讲成这么不堪 他下跪道歉都不原谅他 所以这个是符合 那个陈时中出的书 温暖的魄力 管碧玲 这个是互相扶持 他说这是温暖的互相扶持 符合呼应 叫他那个眼镜 可能要去换一副 眼镜要换一副 度数不够 那刚进广告之前 浅秋讲到 因为管碧玲管妈 是直接说 这个是温暖的 互相扶持的镜头 那亮哥就说 管妈要换副眼镜 事实上管妈不只讲这个 他昨天po文 他有在指控徐晓星 说这是失去人格信赖 那指控蒋湾团队 疯狂践踏市府公务员 所以这个人性的 价值的大战 今年年底这一票 大家最重要 就是这一件事情了 论文被两个学校 直接说这个是造假 撤销你的措施论文 整个民党还在挺他 还在说是学校的问题 今天当有一个女性 在被酒后吃完饭 就被这样子搂 这样当街 这样拉 十肢紧扣的时候 女权主力者 范云等人出来讲的是 这个是被利用 误用资讯 然后不堪 甚至下跪 都没有办法原谅的行为 同样的一个行为 两个标准 这是天跟地之别 而且觉得最不可思议是 把它形容成 像扶老奶奶过马路 这种概念 小新曲里跟老栗子 昨天说职棒有个 拉拉队 因为突然在公开场合 有一个粉丝冲上去 握他的食指 食指紧扣 他就觉得不舒服 然后球团发表声明 然后所有的球迷都谴责 所以底下有很多人留言说 可是陈时中说可以啊 谁没有牵过手 食指紧扣公开的场合就可以啊 你看这个价值观 我们的年轻朋友们 听到陈时中告诉大家 只要是公开场合 我食指紧扣去搂人家老婆 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这都是可以的 而且是温暖的扶持 大家真的相信吗 这个价值观 已经完全三观 被颠覆到个极点 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我觉得这个到现在 整个选战打到现在 陈时中那个形象一定 就是一个色秘秘的老头 要这样吃人家豆腐 吃人家豆腐还要自己哭 你觉得这个形象洗不回来了 然后再自己哭 是哭什么东南西北 真的不知道在哭什么 那你这个哭 是对人家的愧疚 还是对于自己 到底受了什么委屈 我平常都这样摸 有什么 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是吗 那这个价值观 其实这个时候 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保卫站 要把这个价值弄清楚 好 这真的很荒唐 而且这个事件呢 有没有牵涉到所谓的 权势性骚的部分 好我们看到 也是这一次台北上 候选人舒焕志呢 他就提出了 他说主要是 这位理副院长的另一半 丁金聪先生 他医生 他也曾经深陷 医疗过失诉讼 这个前两天大家都有提到 而且被判刑 10个月 后来因为 卫福部的鉴定书 或判无罪 好那他质疑 当时的卫福部长是陈时中 是否涉及特权官说 好那他针对这起事件呢 他觉得陈时中的行为 很像是酒后失态 就像是权势性骚扰 如果李雅琳碰到 像这样具有权势的对象 牵手搂尖 李雅琳和丁金聪 敢讲真话吗 对 请教敬评 所以很多人讲说 现在丁金聪 是完全禁声 那三个人有没有利害关系 其实这也是这件事情 大家所在质疑的一个点 不是八卦 我再次强调 我知道 除了三个人的关系之外 还有就是 关系有两种 一种是刚刚讲的那种权势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 比如说交情 会不会是彼此都是很熟很熟的 都有 所以这个对于外界来说 的确会有一些物理看法 很容易沦于说 这个照片或影片去说故事 那其实我相信 大家本来也是 没有要把这个焦点放在那边 然后他们去过于去 讲他们三个人如何 然后或者是讲陈时中怎么样 那我觉得 或许民进党内部 会不会自己心里有鬼 然后马上就起步步 不要忘记他们 即使以前也是始作俑者 去炒作 包括韩国瑜 跟那个时候李嘉芬 嘉芬姐的这个事情 人家根本就是更正常不过 还有去讲 徐晓星跟马英九 白痴也会想到怎么可能 所以年龄上的差距 跟陈时中这样子 等于是他们是同辈 他们是同辈 我说就年龄层来讲 徐晓星跟马英九 是不同年龄层 那嘉芬姐跟这个 那个当时永康自治商圈的 自治会会长 也是不同年龄层 曾中没有那么年轻 他跟那个女的差20岁 对啊 我是说 年纪也不会差距很大 也不是像一个七八十岁 一个像小新这样子 三四十出头这种 差了三四十岁 所以这种情况 会喜人一斗 不是没有那种想象空间 那至于我觉得 绿营现在气扑扑 是不是怕说 因为这种事情会坏了 这个陈时中的选情 然后尤其刚刚节目一开始 我们千惠又跟这个大家 说最新的林传媒的这个民调 的确在这个台北市的 这个沙喀度的选战当中 有可能最后就是看 气宝有没有发酵 那个气宝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气皇宝这个宝奖 就是气三宝 这个蒋万安 气三宝安这种状况发酵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不知道 所以但是如果是 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民调慢慢的 因为到再过几天就是封关 十天内不能公布民调 那这种情况 民众跟选民 尤其像以台北市的自主选民 这么高 这么高比例这么多 他们一定会做出 自己的一个投票的一个 倾向的一个决定 那这样刚刚才讲的这种 不管是丁青春或者是这个 而陈时中他们这样 也碰到这种事情 我觉得第一时间当下 你要讲清楚 而不是留意说对于这个许晓星 然后就马上说 而且你又不敢告 你又不告 然后说不要让他蹭声量 就让人家更起 更引发联想 说这中间是因为你们 你们本身当事人 全市的压力 还是说中间有什么 利害关系的猫腻 大家会看不懂 会物理看花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事情 民进党的这个操作和 应该说他们在fighting的时候 他们的危机处理不是那么漂亮 我蛮认同刚刚这个亮哥的说法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 你一直去打许晓星 不但不能自政 反而会增加这里面更多事件的悬疑 当然啦 陈时中要哭是他的权利 要难过是他的权利 要哽咽是他的权利 但是如果说 今天不管你只是把陈 因为陈时中后来不是也把他老婆搬出来 说他老婆替他报屈吗 他在那边哽咽 那我觉得 你与其是这样 那不如第一时间 或者是很多的状况 我觉得我跟亮哥的看法蛮像 就当下那个时刻 他们大概酒喝多了 酒喝多了那时候 我觉得就讲清楚 说对不起 抱歉 那如果造成当事人的不舒服 我愿意致歉 那就看当事人会不会说 对啊 我也不舒服 我很难受 那也构成不舒服的时候 就是构成性骚扰的要件 性骚扰的要件 就是对方不舒服 不管你觉得我不是有意还是无意 只要对方有不舒服 这就构成其中要件 陈时中就要去做笔录 但如果当下他道歉 那个时刻他顶级灭火的话 然后对方说 没关系 那不是 我们都是老朋友的话 那就没差 但如果不是这个状况的话 你让很多的 我真的也听说媒体本来就在 传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是不是像周刊和报导 他们现在后来把火把球 打到那个蒋万安身上 说蒋万安在操作 说什么媒体是怎么样啊 什么好像媒体怎么没看灯 然后后来看到风向又改口 本来这件事情 就不是蒋万安在发动的 然后硬要扯到什么 徐晓鑫是蒋万安受益的 然后徐晓鑫是如何如何 我觉得真的是也是很瞎 那你要讲徐晓鑫 除非就是晓鑫 他就是蒋万安的竞选干部 团队 这没话讲 但是晓鑫是晓鑫 蒋万安是蒋万安 这也不是说谁切割谁 而是你要藉由徐晓鑫 是回推回答到这个蒋万安身上 我觉得你用这样一个危机处理 反而我反而觉得是 他们自己乱了手脚 好 我刚好看到 因为刚刚这个浅秋有转速管 马管毕林说 这个是温暖的浮池 那刚好就有网友抖内进来说 在疫情前的临深北路 两三点也都会看到这种 温暖的浮池 好 那我接下来就讲到 就是说对 刚刚浅秋有讲说 这个很难得看到段仪康出手 段仪康就是针对这件事情 PO出高宏安和自己 徐晓鑫和自己人 那晓鑫呢 当然媒体下标也很猛 就说四分钟 四分钟晓鑫呢 就直接到他脸书上去留言了 他说要把他射成最爱 对 难怪是不是 所以晓鑫说 你迷样的2900万 害了整个民进党 你的小弟林秉硕 还害了高嘉瑜 欠着瞿文求 什么时候要吞 那当然晓鑫后来有说 其实本来的内容 段仪康不是这样写的 这两句话有修改过 原本内容是高宏安 害了高宏安 徐晓鑫害了蒋万安 结果后来才改成高宏安害自己 徐晓鑫害自己人 那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先问问 这个亮哥 段仪康明明就沉疾已久 为什么在这件事情 他要跳出来 他要出手 某种是有派系考量吗 我不知道 是新潮流要向小英表忠吗 为什么他就挑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个人行为 个人行为 不是啦 他可能就觉得 他可能认为他的判断是对的 对不对 他就趁机 他本来跟徐晓鑫就非常不好 对啦 两个人是互相为仇人 死对头 对不对 徐晓鑫还有好一阵子 每天点名不是吗 有有有 所以本来就结仇结很深了 现在终于找到机会 弄了一个对仗词 对不对 那连带也把高宏要骂进去这样 这个 这个 林志坚也不是新系的 沈慧鑫当然也不是 那更不要讲这个陈时中 陈时中都是英系的 都是英系的 所以我不认为 他是特别帮新潮流干嘛 而是他挡到机会 报仇去小心 只是这样 他顺便把高宏 对 顺便把高宏要骂给写进去这样 那 可是很不幸就是 因为你有官司在前嘛 所以徐晓鑫第一句话就说 你徐晓鑫就吞了没有 就是这样 这个 徐晓鑫会跟着断一套一辈子 这个很麻烦 这个就好比那个 第一时间跳出来的避震课 人家就说 你是小三前科犯 这个也没办法 你怎么第一个就出来讲这个 钓签也是一辈子 对 那我们那个房租八千那位 也是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在吵政治口水的时候 你一下就被翻你的履历了 你有光荣履历 所以有一些议题要自知回避 就是这样 那小鑫真的是很猛 我很少看过 真的 这么年轻的小朋友 站立如此之高 而且他还去盯所有人的脸书 他不只站立他反应很快 对 反应很快 他还去盯每个人的脸书 他就直接在他下面留言 第四个留言 就直接开站了你知道 就直接开站了 这种小鸡实在太猛了 不过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台北市长这一站 听说蒋万安他可能要准备辞立委 感觉是破釜沉舟 你还不知道 时间还没到 那个林佳龙 我记得林佳龙上次选台中市长 就当选那一次 也是到最后那个礼拜才辞 卢秀燕前四天才辞 对嘛 那我要问的是说 这个就叫激发大家出来投票 那我可不可以讲说 通常也觉得胜券在握 当然是啊 不然不会有人做这种事 有人 陈其迈 2018年 辞了 就输了 陈其迈 对不对 2018年 果然21天前他还认为他会赢 是 真的 我因为 我自己在美丽岛 我那时候民调 从头到尾都follow的 最后十天 不是封关吗 对 那第七天他就输了 真的就是从那个时候 太早迟 对 而且 累积的速度非常惊人 对 那个就是雪崩 一天一行情这样 那次 事实上我们在投票前 我们就知道 陈其迈至少会输7万票 那结果陈其迈是输15万票 对不对 那我们没有料到 林佳龙崩坏的这么快 那这个就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农业县 那他是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台中县大输 那台中县有很多你就查不到 因为有些是组织性的 因为我后来知道 那次林佳龙大败 数20万票那次是整个农会都崩盘 那那个票就远超过民调 那陈其迈的话 就是后面你看的很明显 就是在崩崩盘中 那一天一行情这样 所以他21天前真的觉得他会当选 所以 你如果认为你不会当选 你不会玩这一招 对啊通常是算一算 差不多接近临门一角了 对对对对对 我认为蒋万有可能做这个动作 所以事实上也有很多人 在摩拳插掌准备补选当中 对啊 那亮哥 林传媒的最新民调 当然这是网路的啦 这个我觉得就参考一下 因为网路的落差太大 因为我不认为黄珊珊有这么高 那那个蒋万在陈时中有这么近吗 因为年轻朋友30岁以下 资责黄珊珊比较多嘛 对 所以网路就会比较高 因为网路大部分很多都年轻人嘛 那可是正式投票显然不是如此 我认为最后 昨天那个沈大老师公开跟我讲 他说 他跟我打赌说我跟你打赌 讲完43 然后黄珊珊没有办法弃保 黄珊珊一定有20以上 那你这样去算 你就知道陈时中一定输了嘛 因为如果黄珊珊假设 最低就20啦 讲完43 那陈时中最多37 而且你还要假设 其他人得票是0耶 人家其他还有9个人 不要忘了人家 人家也是缴了参选费啊 对不对 那9个人至少也有2%到3%吧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那个沈大老讲的啦 他说他根据各种研判 他说讲完应该有43 好那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分析啦 包括前立委徐永明实在力量的 他也说辞了立委的议题 就像是蒋万阵营所抛出来 因为这个民进党呢很多立委参选 不敢要求其他的人来辞职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其他人没有跟进啊 民进党的 那国民党就可以说 绿营显然对自己的选情没有信心 所以他认为蒋万 应该会挑适当的实际请辞 我认为会 是吗 后续的影响也会很大 所以浅秋 那蒋万安如果这个请辞动作 一做下去 某种程度来说 至少对蓝营啦 对蓝营来讲 他会成为蓝营选情的火车头吗 其实依法来讲他不必吃啊 是啊 没有什么好吃啊 没有什么好吃啊 那么依我过去这种案的了解 他相对会稳健保守 也不像是会辞的人理论上 那么除非真的有特殊的原因 或者是真的有特殊给他的建议 强烈建议 那当然一种原因是 像亮哥所讲的 就是已经很稳了 但目前以民调的差距来讲 其实就还不够大 所以基本上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要杀手箭把票吹出来 在差距也有点近的情况之下 硬要去把票吹出来也是一种 不过你想想看前台湾那么多立委参选人 他如果带起这个群企 所谓的母鸡不只是带台北市 这个母鸡如果带起全台湾的检验 那也不得了 民进党的自己国民党的 通通都要被检验 现任的立委通通参选的人 通通都要辞职的时候 大家都逼着问说你辞不辞的时候 这个效应恐怕他还也不见得承担得起 你说好 那蔡奇桑要不要起 许初华 党内党外通通都被问 那到底有没有必要要承担这个风险 那所以我觉得 我还觉得如果真的是选情 在拉距很近的情况下 为了要拉开跟黄珊珊的距离 为了要展现他所被认为缺乏的破例 这是好像几次的表现 他就在强调这一点 也得到了一些得分 那这样的过程里头 要让这个破例展现到一个极致 是我最有欺骗 我就把他辞了 什么都不在乎我最大 然后来跟你选到底 那是一翻两瞪眼 反而也许是有刺激选情的效果 但当后座里我刚刚就讲了 他也相对是一个文件保守的人 会不会做这样子的评估很难讲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 晓鑫还有最近一直这个风向 带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氛围是说 当母鸡城时中 越来越感觉边缘化 所谓的边缘化是仇恨之下越高 然后越来越被讨厌 台北市中间的选民是很高的 理性选民是比例非常高的 在被抛弃的情况之下 民党的小鸡参选的议员们要自保 想尽办法要切割陈时中 这个才是接下来要观察的现象 那基本上我是不认为 现在这个蒋外安有到 一定非要这样做的条件 但除非陈时中我弄下去了 那我补问一下 所以林传媒 因为这个是网路民调 也如同这样亮哥讲的 你也觉得参考就好 因为蒋外安和陈时中 差距不会只有3%这么近 因为其他的民调数字都可以 差到10 或者是8 或6 各种百分比 如果是10的话 那其实也没有一定 非要做这个决定不可 因为你也会影响到 其他同党的同志 一样要被检验 那基本上真的 除非说陈时中是弄下去 弄到真的大家都受不了了 那一起要带动某一个目的的 风向跟氛围的时候 他才有必要做出这个决定 个人的看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就是新竹 新竹现在沙喀都 是不是越来越白热化了 好 那在今天呢 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林庚仁呢 他召开记者会 新竹揭毙三部曲 今天是首部曲 那不打高鸿安了 打的是沈慧鸿和林志坚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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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